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被后人称为师圣 他的师被称为师使 他是唐代最杰出的师人之一 后士称其杜时仪 杜公部 也称他杜少林 杜草堂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人正思想 他由至君尧顺上 载时风俗纯的宏伟报复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 其师封陈玉顿措 以古体师律师建长 内容上多写社会动荡 政治黑暗 人民疾苦 表达了崇高的人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 因而被誉为师使 他的诗共有1500首被保留下来 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 大多集于杜公部集 今天 与大家分享的是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 《家人》 这首诗创作于唐素宗前缘二年秋季 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五年 前缘元年六月 杜甫由左时宜降为华州司公参军 第二年七月 他毅然弃关 托家带口 客居秦州 在那里复心彩象力 自己度日 家人就写于这一年的秋季 关于这首诗的座椅 一向有争论 有人认为权是寄托 有人则认为是写实 但大部分折衷于二者之间 在做此事之前 杜甫被迫辞掉华州司公参军职务 为生计所迫 携带妻子 翻山来到边远的秦州 杜甫对大唐朝廷节中尽力 担心耿耿 却最后落得器官漂流的窘境 即便是在关山南越 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仍始终不忘国家民族的命运 这样的不平际遇 这样的高峰谅节和诗中女主人公是很相像的 所以 作者借他人之酒 以交胸中快蕾 在他的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清人黄生说 偶有此人 有此事 嗜切放尘之感 故作此诗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古诗 家人 杜甫 绝代有家人 幽居在空谷 自云梁家女 凌落依草木 关中西丧乱 兄弟遭杀戮 高官何族论 不得收骨肉 事情恶衰歇 万事随转逐 夫婿轻薄儿 心人美如玉 和婚上之时 鸳鸯不独肃 但见心人笑 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势必卖诸回 千罗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 彩柏洞营居 天寒 翠绣薄 日暮以修竹 这首诗的意思是 有一个美艳绝代的家人 隐居在僻静的深山野谷 他说 我是梁家的女子 凌落漂泊 才有草木衣服 想当年长安丧乱的时候 兄弟遭到了残酷的杀戮 高官显赫 又有什么用呢 不得收养我这至亲骨肉 事情本来就是艳怒衰落 万事像随风抖动的蜡烛 没想到 夫婿是个亲骨儿 又娶了美颜如玉的心腹 和欢花 朝书昏和有时节 鸳鸯鸟 雌雄交警 不读素 朝朝暮暮 只有与心人调笑 哪管我这个旧人悲哭 在山的泉水 清澈又透明 出山的泉水就要浑浊浊 变卖首饰的侍女刚回来 千拉罗腾修补着破毛屋 摘来野花 不爱插头打扮 采来的白子满满一大居 天气寒冷 美人衣衫单薄 夕阳下 她倚着长长的青竹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在战乱时 被遗弃的女子的不幸遭遇 她出身良家 然而生不逢时 在安史战乱中 原来位居高位的兄弟惨遭杀戮 丈夫见她娘家落魄 就遗弃了她 于是她在社会上流落无一 然而她没有被不幸压倒 没有向命运屈服 她咽下生活的苦水 幽居空谷 与草木为林 立志守节 宛若山泉 这种凭贱不移 贞洁自守的精神 实在值得欧歌 全诗文笔为婉 缠绵翡策 慧生如素如气 慧影楚楚动人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深谕着生活的哲理 好了 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这首古诗 家人 杜福 绝代有家人 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女 凌落依草木 官中 西丧丧乱 兄弟遭杀戮 高官 何族论 不得收骨肉 事情恶蜂蜡 万事随转逐 夫婿轻薄儿 心人美如玉 和婚上之时 鸳鸯不毒素 但见心人笑 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世壁卖诸回 千罗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 彩柏洞盈居 天寒脆绣薄 日暮已修竹 好了 今天的赏息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语音国学微信公众号 进入语音国学微信交流群 感谢您的关注与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